印度裔男子竟然爱上一头母牛 甚至抛击妻子 花费17万和母牛结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男子选择和母牛结婚 2016年 印度裔男子举办了一场 让人大跌眼镜的婚礼 原因是他的婚礼女主角 并不是一个女子 而是一头母牛 不过现场倒是一片其乐融融 大家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难以置信 那么这名男子 为何要迎娶一头母牛 难道是单身多年实在是没得选了 已经到了看一头母牛 都觉得眉清目秀的地步了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这名男子其实已经结婚了 他的妻子是一位美丽且贤惠的女子 而且两人结婚多年 还有两个孩子 夫妻俩平时也没有多少争执 相敬如宾 有着这样的家庭 男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然而男子却并不快乐 因为他认为妻子对自己的好 就像是母亲那样 缺少了那么一点爱情 为了寻求刺激 男子开始沉迷赌博 这让男子的父母和妻子都十分无奈 那天男子去街上晃悠 突然发现了一头母牛 当他看到这头母牛的时候 突然感觉自己的内心豁然开朗 他认为自己对这头母牛一见钟情了 于是他把母牛买了下来 并带回了家 还为其取了个名字叫南迪 于是男子和母牛的故事开始了 男子把母牛买回家后 为其取名为南迪 对于男子买了一头牛回家 男子的妻子倒也没在意 毕竟牛对于印度人来说也是一种信仰 他们认为家里有牛可以带来好运 自从把母牛带回家 男子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很少出门了 但是直接来到牛圈和南迪一起吃住 据他所说 每次和南迪共处一会后 就会感觉心情愉悦 慢慢的 男子对母牛的行为愈加过激 甚至有时候还要亲吻母牛 那天妻子去牛圈准备喂牛 结果刚来到牛圈就发现自己丈夫正在和母牛亲吻 妻子十分震惊 他询问丈夫为什么这么做 男子眼看事情败露 于是只好将自己爱上母牛的事情说了出来 而且为了一步到位 和自己最爱的母牛相守一生 男子直接和妻子提离婚 妻子得知男子竟然爱上母牛后 将这件事告诉了男子的父母 希望他们可以劝说男子 父母对于男子的决定也十分震惊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们劝说男子不要这么做 但男子表示自己心意已决 男迪和自己才是真爱 其实自从男子把母牛买回家后 自身也改变了不少 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陪伴母牛 已经不再出去赌博了 而且还自主学习各种养牛知识 只求让母牛可以过得更好 那么男子的婚礼能如愿进行吗 男子要和妻子离婚 目的竟然是为了和一头母牛结婚 这让男子的父母十分失望 可任由他们如何劝说 男子依旧坚持 在僵持了一段时间后 大家也只好任由男子了 就这样妻子和他离婚 接下来男子将和母牛结婚 时间来到2016年 这一年 男子和母牛举办了一场婚礼 婚礼现场人很多 大家的欢呼声和祝福声不绝于耳 为了这场婚礼 男子花费了2万英镑 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17万人民币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自从迎娶母牛后 男子的事业也开始蒸蒸日上 人也从低谷中走了出来 看到儿子的改变 父母也不好再说 儿子娶母牛的事情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 男子给母牛找了一头公牛 两年后 母牛怀孕了 最终生下来一头小牛 并取名为萨拉斯瓦蒂 而且萨拉斯瓦蒂在满月的时候 男子又举办了一场宴会 宴请了300多朋友亲戚 来吃满月酒 这让朋友亲戚们 对于男子的精神状态十分担心 不过宴会上的男子 看起来还是很正常的 大家也只好默默献上祝福 从有了萨拉斯瓦蒂 他就日夜和他在一起 晚上甚至将男笛拴在一边 而他则和萨拉斯瓦蒂 睡在一张床上 那么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